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叫垂姿 有的叫卡姿 比如说在淮安叫起姿 在沿城叫卡姿 在上海 罗素 还有那个什么广东 广东 乃瓜 反正有很多很多的叫法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嘛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各个地方呢 对于茄子的称呼可谓是多种多样 茄子作为这个时令的C味蔬菜啊 不仅是做法比较多 而且品种也非常多 吃起来口感很好 而且营养还很丰富 是 好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位专业的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茄子的知识和做法 有请淮阳明厨 黄勇先生 欢迎 好 欢迎黄大厨 黄大厨好 黄大厨今天过来以后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茄子 这真的全是茄子吗 连我这个人也多识广的 全是茄子 我都觉得可能我不漏寡闻了 好多真的没见过 这个不像剥勒皮的那个香蕉吗 这个居然是茄子 白色的 然后这个不像那个小香瓜吗 这个变了颜色的那个木瓜 是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香葱头呢 这个小洋葱 小洋葱 咱们还是一个一个来 从我们最常见的开始说 市场上最常见的 这种 对 对吧 是的 这个是长茄 叫长茄 长茄 南京市场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 对 是这种 这种 这个是南京的紫茄子 南京紫长茄 就是 这几个就是看形状吗 应该是这几个都算是长茄的品种 都是长茄的品种 那我们经常吃的这些茄子 它的口感应该是相当 来说比较相似的 基本上像 就是长茄是一种口感 大概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 吃到嘴里面 比方说看哪一种口味 它的那个表皮比较薄 就像这种青茄子 表皮比较薄 吃到嘴里面 肉质比较松软 还有纸质比较少 这是南方吃的 大多数都是长茄的 北方吃的大多数都是原茄 那如果我们去挑茄子的话 什么样的茄子才是新鲜的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比方像拿这个茄子 像看上去表皮啊 比较有光泽的光泽 比较亮 对 这是第一个 不要有皱纹或皱巴巴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看这个茄眼 茄眼 这是你说茄子眼睛吗 眼睛 讲在哪里 就这个 就这个地方 哦 对对对 茄眼 茄眼 茄眼怎么看 茄眼 这个越大 顺便茄子越嫩 哦 那如果挑圆茄子呢 呃 圆圆茄子的话呢 圆茄子有没有茄眼 圆茄子也有茄眼 像这个的话呢 这也是茄眼 哦 也有茄眼 还有呢 圆茄子的话 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表皮 表皮的光泽度在问题 像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新鲜 对 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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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硬硬的 嗯 不要用软烂软烂的 软烂的就不行了 嗯 对 是的 所以呢 如果你去挑茄子的话 第一是要看它的光泽度 光泽度 第二去按一按 它是要紧实 是 不能有腐烂的 软烂的那种感觉 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茄眼 嗯 茄眼如果是越大的话 这名茄子越嫩 越嫩 还有可以把这个茄子 嗯 跟人家那个 斜上一下 买的时候 斜上一下 哎 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茄子 比较嫩 像这个茄子 它茄眼大 这个茄子就比较嫩 嗯 对 这个茄子就没有 对 哦 茄少 这个 而且里面水分还很足 是的 你看 溺水了 这样子 嗯 你看 黄大厨 你看咱们桌上 有这么多颜色的茄子 那它们的营养价值 有区别吗 哎 这个紫茄子 紫茄子里面含的 那个叫什么 花青素 含量更高 对 果肉呢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比较坚实 比较坚实 这个是否呢 比方说烧闷 烧闷 跟肉一起 对 跟肉一起烧烧 对 这个比较好的 绿色的茄子 花青素 花青素 就低了 对 相对比较低一些 对对对 我来掰开来看一下 掰开来看一下 哎 这个水分还是比较大的 嗯 是的 比起这个紫茄子来说 更松软 松软一些 是的 蓬松的感觉 对 而且其实像这个绿茄子的话 就是你买价格也会便宜一点 所以 如果你想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话 就买这种绿茄子 对 对吧 如果你说花青素含量高一点 因为花青素嘛 就是抗氧化功能比较强嘛 对 那就吃紫茄子会比较好 那这种白茄子 它是不是价格性应该高一些 对 这个白茄子的话 价格比其他的茄子 要高到一到两倍 嗯 高不少 对 它里面含瘟液也比较高 哦 还有药运价值 药运价值比较高 是的 所以它就比较贵 对 这个里面水分也还可以 这个水分也还可以 你看 你看 这上面 哎呀 让你像水果一样 一口咬下去 对 有水分 水果的果汁就已经出来了 说呢 它的口感更像是放时间比较长的那种 已经吃去水分的苹果那种味道 满软的 粉粉的 而且是那种粉苹果 对 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 你可能往下咬一点会好 哎 我们再试试这个吧 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呢 是泰国的一个米里的茄子 哦 它叫泰国米里茄 这可能好像 这个为什么 像什么 像那个 乌花果 乌花果 这样看像不像乌花果 非常像乌花果 哦 这个我觉得不能接受一下 会 然后水分多 但是有点苦 这个有点辣 很辣 而且它里面紫特别多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会用来做一些什么凉拌菜的摘盘 装饰之类的 凉拌菜差不多 吃茄子对生气是有好处的 因为唯一的含量 对 唯屁的含量 因为唯一和唯屁呢 大多数蔬菜里面的含量都很低 像唯屁 好多蔬菜里面都没有 是的 包括刚刚说的花青素 对 还有磷 钙 钾 这些微量元素 对 茄子多吃 其实有抗衰老 抗衰老 所以茄子这个 美食之家多吃点 你身体还是有好处 是 说到茄子入菜 好像真的是所有菜系里面 都有跟茄子有关的菜 最常见的 鱼香茄子 鱼香菜 对吧 川菜的代表 特别下饭 山东有红烧大茄子 红烧 对 山东菜 对不对 茄子的烧法虽然很多 但茄子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茄子都是素菜荤熟 是的 肉圆茄子 吃油量比较大 我们在家炒茄子 你如果放一点色拉油进去 很快那个锅就干掉了 就原不被吸进去了 然后你要不停地往里加油 不停地往里加油 对 因为它吸很多油 是 好像茄子真的是 浓油赤酱的做法会多一点 不需要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才会好吃 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在改变 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 就是家常的茄子 比方说蒸 蒸一蒸也可以的 浇点卤子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淡了 吃油量就少了 你知道茄子里还有一道神奇的 只在传说中 你听过的菜 你都没吃过 只听过吗 我吃过一次 是什么 茄响 茄响 这个响字有点像老逼的逼子 是不是 茄响 这是《红楼梦》里面的一道菜 是说看上去像是普通的茄子 但问题是 他为了做这个茄子 用了极其多 极其复杂的食材 和工具来做它的抚慰 这是王熙凤 请刘姥姥吃的那一道 刘姥姥吃完 说哇 一个茄子还有这样的味道 就叹为观止 光听茄子的话 它感觉很廉价 对 然后呢 其实它的工艺 很复杂 很复杂 然后呢 辅料呢 比较 其实它的辅料的这个占比性的价值 比主料要高 远远大于主料 对 对对对 包括它的价格呀 营养各方面都比它高 但是更加这一点 说明了 《环阳菜》当中 厨师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原材料上面 辅助它为主料的时候 绝对给它辅料搭配的很高端 就有一点类似像川菜里面的开水白菜 对 你看上去就是一碗开水里面 飘了一片白菜 其实它那碗看上去像开水的汤底 用了无数的非常复杂的食材 是的 掉出来一碗汤 还要过筛去杂质 尽量让它还原很轻的 像一碗开水一样 开水 但是你喝到嘴里以后 你会发现 哇 这绝对不是开水 所以它能成为十大川菜吗 是 但茄想的制作工艺比开水白菜还要复杂 是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茄子 它要荤作 非常的吸油 有石油嘛 是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放油呢 是不停地往里加吗 炒茄子 有什么窍门呢 炒茄子我刚才讲的 比方说 蒸一下 它有个就是说 如果真正炒茄子的话 我建议 在里面可以带点水 适量的水 带点水 对 所以就是 你可以先到蒸锅里头蒸一下 蒸一下子 把它变软了 然后再操作 然后再操作 是的 或者是里面加点水 加点水 反正它需要吸的就是液体 是油是水 它傻傻分不清楚 对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能减少一些油腻的成分 其实茄子的话 我们知道啊 就是荤素 它都可以做 在这个季节 那我们怎么吃会更健康一点呢 少肉 这个季节的话 我建议啊 毕竟天热嘛 我们要吃少油 清爽 清爽 还不能这个叫什么来着 重口味 稍微要清淡一点 那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吧 现场的话 我们刚才蒸了一点茄子吧 凉拌 凉拌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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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天啊 你的烧肉的梦想没有了 没事 我们为了健康好不好 好 来我们试一试 好 这个茄子啊 我们蒸茄子 今天蒸的茄子呢 就是用这种茄子蒸的 蒸好以后再凉拌 南京长茄 南京紫茄子 对 这个茄子啊 如果条件好的话 用这种 好纸刀 好纸刀切 因为茄子 它有时候会氧化 对的 给它切成长段什么 凉拌应该是用切丝 是吧 切丝也可以 那是生切 生烟 生拌 我们这个呢 就是熟蒸 切条 切条就行了 切条就行了 那像它这个切好之后 需要浸泡吗 不需要 都不用泡 就直接蒸就行了 直接蒸就行了 那如果像我就是要不要削皮啊 削皮也可以 在家里面不建议削皮 这个皮蒸完以后也是蛮好吃的 是不是因为很多就是茄子里面的营养素都在它那个皮的里面 对对对 花青素含量 花青素在的时候在皮里面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有误区 说我那个茄子我给它把皮削了行不行 这样口感更软烂一点嘛 但其实浪费 就算蒸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边是蒸好的 这已经蒸好了 蒸好了 蒸出来之后你看 对 这个蒸要蒸多久呢 像这个大火蒸的话 蒸个12分钟左右 12分钟左右 我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就开始调酱汁去拌它了 你看到现在成型了对不对 嗯 其实它已经很烂的 我知道 你看了 嗯 对 包括它的皮 哦 你看 已经很软烂了 对 很软烂 对 酱汁也是非常重要啊 嗯 我们今天调一个鱼香口的好不好 鱼香 开胃 川菜 首先是红油 哎呦 干辣椒来 少放一点 炒一下 豆瓣酿 皮线豆瓣酱 哎 鱼香口里面的灵魂 蒜蓉 对 蒜蓉要炒好 炒不好 不发苦 哎 不怎么吃得来 那个大蒜好像跟茄子也特别的配啊 蒜泥茄子嘛 我们吃烧烤必点 这个烤整体上面全是蒜泥 对 好像我们吃烧烤点的最多的一道蔬菜 应该就是烤茄子 对 鱼香茄子里面还有第二点 就是料酒 料酒 嗯 鱼香口里面 这个料酒跟这个必须要要多 然后呢 糖 嗯 它的醋的比例 跟这个糖的比例 嗯 和料酒的比例 一定要掌握好 嗯 这个里面 鱼香茄子里面的 它有一个小的诀窍 哦 嗯 什么叫小诀窍呢 比方说 我们叫它小鱼香口 它小鱼香口里面又分什么 它里面有小鱼香小糖醋 嗯 小糖小醋小酸 嗯 小辣 嗯 这是四小 哦 小鱼香口里面分的 嗯 它这个卤汁出来了以后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叫 流油旺汁包卤芡 哦 就是流油 鞭子 流油旺汁 旺汁包卤芡 把卤汁给包起来 哦 哎 很有学问 王大厨在跟 开始和我们讲专业了 对 我们只想知道那个配笔是多少 电视机前还有很多的厨师在偷识学艺 此刻拿出小本的 小本的 免费教学 都不用交 教学费多好 是平常我们去上一堂大师课多少钱呢 对 这个又是什么 香醋 哦 这醋 刚刚其实 王大厨已经说了 几个的那个比例 料酒和醋和糖 那它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比 比例的话 糖跟醋的比例的话 要达到1比1 嗯 料酒的话要比到1.2左右 这个时候闻闻看它的味道 就不一样 加过醋的 啊 就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哇 酸爽 浓郁 过瘾 就稍微熬一下就行了 对 熬一下就行了 再来点红油 最后 由始有终啊 对 但今天的这个我们是拌茄子 就不要够芡 好 鱼香肉丝我刚才讲的 对 要勾芡 牛油旺汁包卤芡 它有芡粉在里面 今天这个就不需要 行 今天的重点拿个小本子 牛油旺汁包卤芡 对 然后放点葱花 这个是我们淮阳菜厨师 它虽然是川菜 也是我们淮阳菜厨师当中好多厨师要必须要试菜 然后来酒店里面就应聘 对 这个它是一个复合味的菜 就是说把多种的原材料加在一起的时候 调味料加在一起的时候 好多是在这个比例上面掌握不好 火候上面掌握不好的时候 就是一个失败的菜 这是我们试菜的最基本功的一个菜 黄大厨你一般试菜会让来应聘的烧哪几道 鱼香肉丝 红烧鸡鱼 炸菜肉丝汤 就是基础的 对 看是基础 但是简单是这样 实际来说的话 这几道菜 想做好 不容易 越简单越困难 黑蛋炒饭 蛋炒饭也很难 你们羊粥蛋炒饭那可是一绝 好多师傅翻车就翻车在这个蛋炒饭上 是的 他永远做不好 对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一道简简单单的菜 也许它就蕴含了最大的烹饪学味 比如说这道凉拌茄子 对 好 小根给你们尝一下 好嘞 我们来试一试 夏日特选凉拌茄子 你看这一会儿会儿 茄子就吸附了满满的卤汁 我一样上面 很多这种什么蒜 什么 菜 这个 茄子是配蒜是最搭的 蒜素的香味 能让茄子发挥的更加的突出它的茄味 好吃 里面的油分 没有 太胃 太胃 酸甜可口 最好再来瓶啤酒 你还想配啤酒 牙韵 真好吃 这个确实是适合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远远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会吸附很多的油 然后吃上去口感比较腻 对 那这个就是蒜香味比较足 最重要就是轻轻松松我们就可以把茄子的营养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多简单啊 蒸香蒸一下 调个汁 一道凉拌茄子就完成了 当然这就是开胃小菜 如果我要想用茄子做一道大菜 虽然茄子很稀油 但是呢 没有那种 让它尽量少吸点油 又可以让我们很满足的那种跟肉结合的大菜吗 那真的 它就过不去肉那个卡 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南京本土的 很有代表性的一道菜肴 什么菜 叫金肴 切笼 金肴 切笼 名字是不是高大厂 厉害 叫金肴什么肴 肴住的肴 咬住 里面有咬住吗 没有 啥我 它主要是造型 造型 切笼 用什么鞋子 就是南京的紫鞋子 紫长鞋 用什么肉 猪肉 黑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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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的 来 我们尝一尝 好的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这道菜了 终于看到肉了 鞋子 鞋子和肉 完美的搭档 是的 烧茄子应该切滚刀了吧 对 今天不切滚刀 并且就是站住在那个地方 站住 站住 不要让它动 让茄子站住 别动 这样的话它就不跑了 一段一段站住 薄薄的切掉一点 让它能立起来 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操作 切个小三角 这不是要把肉末酿在里面是吗 是的 它其实就用茄子变成一个容器 对 对 是这样 很可爱 然后在这个上面 要撒一点生粉在上面 对 因为要粘合剂 粘合 粘合剂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肉 晾在上面 这个肉现在打好的 小肉团子 这个很给力 是你喜欢的那个量 对 像这个肉馅的话 它里面加了一些什么呢 葱姜 然后加上一点盐 盐起到打上劲的作用 要加那个蛋液吗 要加一点 带点水 剩下来的肉 咱们炸个肉圆也可以 可以 好看 最有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当中 也是需要有点仪式感的 包括像吃饭这件事 是的 别怕费功夫 好 我马上下一步操作 好 现在加油 我们看要倒多少 这应该如果炸的话 油量应该要多一点 因为要盖住茄子 好 现在油温大概需要多少 油温在五层左右 在五层左右 150度的样子 这个就是要大火直接进去 大火直接进去 差不多了 好的 小小的水泡 像个小船一样 对 就飘到了油海里 然后你看那个就是发动了 所以那个深粉的内部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要不然的话 它就容易 就是一下去就会脱落 脱落 我们在旁边再下点小肉圆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叫什么 肉圆烧茄子吗 对吧 下两个吗 下两个 试试吗 你那里边的三个肉圆 你都不够吃啊 你还得再来点小肉圆 留着小也不浪费吗 拒绝 餐饮浪费 对 很重要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节目当中啊 厨师都是物尽其用 就只要是能吃的部分 绝对不浪费 对 做厨师最要做到的是什么 要敬畏食材 嗯 珍重食材 对 我们少放几个啊 这个我们怎么判断 它已经好了 你看这个表皮嘛 表皮已经那个了 对 炸成金黄色了嘛 这个可以了 这一直是大火炸是吗 对 一直大火炸 我先把它盛出来 我们锅里面少放两个干辣椒 然后放一点蒜泥 稍微煸炒一下 一点点啊 哦 还倒这么多水 倒点水 这是要给它 那个汤汁的那个底吗 勾芡呢 要要烤 这个时候要烤一下 把它烤透入味 烤 烤也是一种烤的方法 这是把它卷子下进去 小肉圆放旁边 想想就二次回锅了 烤的话是不是火就不能太旺旺 先大火烧开 然后小火收拢 好 最后再大火收拢 在家里面有时 为什么我们感觉 好好的味道 为什么最后 加了点酱油 感觉咸了 对 一个窍门 先下酱油 后下盐 酱油里面含盐 浓油吃酱 酱油 少放一点醋 出来解粒 因为里面有肉 肉多呀 少放一点点 不要太多 料酒 料酒 放一点糖 糖是提鲜的 这个时候 我们再尝一尝味道 然后再决定放多少盐 这其实是到后半程的时候 再放盐 我感觉现在差不多 少放一点点就够了 如果说味道正好的话 其实不放也可以 是的 我们尽量少吃点 少一点点 一点点 OK 好 这最后是不是就等它那个汤 稍微收得浓一点就行了 对 是这样 你看这小肉圆 我们自己如果在家 做这道菜的时候 完全那个多出来的肉馅 就给它做成小肉圆了 一起烧 这可以 小肉圆可以 烧汤 烧汤 对吧 我最喜欢吃那个 可以菜 烧粉丝 对 烧白菜 烧青菜都很好 我有的时候晚饭在家 我喜欢吃那个肉圆烤饭 也可以的 烧一烧 然后往饭上 焦 半半碎 然后就是 特别香 对 好 摆盘 把这小肉圆 放在旁边 点缀一下 最后淋上汤汁 少来点浅 好嘞 淋一点汁 更入味 有一种糖醋的感觉 点缀一下 不一样 两根就可以了 好嘞 出炉了 这道家常的茄子烧肉丸 人家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金瑶 茄龙 金瑶 茄龙 茄龙 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就来尝一尝 它的味道如何 好 现在我们来尝尝看 这道家常菜 我先直接先来个肉 我就猜到了 我想肉跟那个茄子一起 一起 这叫脱 南京话叫脱 来一个 夹一半吧 现在在家里面做的话 一人一条 非常切笼 咸甜适中 你试一下跟茄子一起 好嘞 来 来 这一条 那芝士满满的细不大 一龙 一龙 就是其他的东西 你觉得如果油量太大的话 你会觉得你 但茄子跟油的 一个油多 对 少了它吃得不爽口 滑口 太棒了 这个茄皮 吃得嘴里它也不老 这个再配碗米饭 盖椒饭 盖椒饭 乾隆盖椒饭 太厉害了 好吃 有空大家一定要在家试一试 今天应该黄勇大厨给我们 说了很多关于茄子的知识 怎么选 怎么挑 怎么做 然后做了两道菜 就是茄子又可以小清新 对 两半 又可以做成大菜 让你一饱口福 希望大家能学会 肯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好 再次要感谢黄勇大厨 今天的分享和教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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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开上去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我给你帮忙 今天帮我问你 是什么事